大家好,我是蓝胖,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肥料的干活知识 主要分为两个重点给大家分享 在使用肥料之前呢,先了解一下蛋铃钾的作用 蛋肥长枝叶,磷肥粗花,钾肥状根系 一般我们买的肥料包装上呢,都会写有蛋铃钾的比例 比如这个蛋铃钾比例一样,它就是通用肥 按照这个逻辑,哪个数值偏高,它就偏向于植物哪方面的生长 我们常见的肥料有环氏肥,水溶肥,有机肥,复合肥 环氏肥呢,是长期缓慢释放肥力 一般用于做底肥,拌土,或者在表面买一些 用的时候注意看说明书的用量和肥效时长 水溶肥是浇水对水用的一款肥料 它是快速让植物根系吸收的一款肥料 使用时一定要看说明书的配比 有机肥呢,就是各种发酵好的粑粑,比如蚯蚓粪,羊粪 它们的有机含量比较高,还有一定的蛋铃钾 一般用于做底肥,拌土,或者埋在盆土表面 复合肥一般浓用或者地灾居多 如果是家庭盆栽,新手不建议食用 因为它的肥力很大,用不好就烧苗 以上这么多肥料大家是不是有点懵 我给大家一个客人的建议,买三种肥料就可以 环氏肥买一个通用的,水溶肥买一个通用和粗花的 有机肥选择一种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肥料只是一个辅助 用肥不当,反而有害无力 在植物健康的情况下,而且是它的生长期才会用肥居多 遇见小苗,病苗,弱苗,牵插梅根的苗,休眠的苗,不要用肥 今天呢,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概括性的知识 后期会给大家细分化的分享 好啦,今天就分享这些,有问题留言吧,拜拜